你好 欢迎收看1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秦燕如 继轮天玉长大桥之后 花68香到高辽大桥 918正在复建工程 今天上午在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下 正式动工僻建 赤资9.94亿元的灾负工程 预计在114年会完成通车 而高辽大桥的动土也意味着 918地震遭震毁的南区三座桥梁 全面开始进行灾负阶段 乡市县瑞奔香祈福 接着县长徐真卫 立委副昆琪与地方机关首长 各级民意代表等嘉宾 持产动土正式展开 花68香到高辽大桥灾负工程 上天护佑 施工顺利 诸事圆满 高辽大桥0918正在复建工程 充建经费为9.94亿元 充建后桥梁长度770公尺 引到417公尺 为刚相形梁的桥梁结构 也依据工程会专案 审议核定内容 踩9公尺之双向车道配置 而整个工程预计在114年完工通车 这地方我跟各位乡亲 跟各位承诺 瑞峰一定是很用心来承造这条桥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我希望就是能如期如此 而且各位也能放心 地震风灾的冲击 繁杂的灾负行政作业程序 再加上营建材料缺工等大环境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县政府花了将近一年半载的时间 南区三座桥梁地震灾负工程 也终于全面开始灾负重建 长达两年的交通黑暗期 县长许正位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所以正位要感谢所有在整个过程中 陪我们到中央去协调沟通的 乘烟财委员 副婚企委员 还有政工所 以及县政府团队 以及我们很多的工程单位 也加进来专业的协助 才能够说服 那在这里正位 真的要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度过我们这两年的 可能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这个交通期 但是两年后 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玉林 崭新的花莲 县政府建设处表示 高辽、玉长以及轮田大桥 同时遭受0918强症破坏断裂 除了施舍通行、便道 也积极办理 同步展开三座桥梁的重建规划设计 不让任何一座桥梁进度落后 而桥梁结构的设计 也依据最新耐震设计标准来办理 希望能够尽早完成三座桥梁的重建 恢复南区乡镇、区域性连外道路的交通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